砂鍋裡面咕嘟咕嘟 酸辣味道竄鼻子 雞的口水直流 這種大熱天真想吃點開胃的 今天分享一鍋超下飯的酸菜雞堡 1斤酸菜2斤雞 1煎1頓就能做 打開胃口 暢快吃肉 雞腿斬成大塊 加適量鹽 糖 生抽 老抽 蠔油 料酒 食用油 抓勻 腌制30分鐘 因為酸菜本身就有鹽份 腌制雞腿時 鹽和生抽都不宜多放 腌雞腿的空檔 我們來處理酸菜 這次用的是四川酸菜 就是酸菜魚里用到的那種了 買回的酸菜先用冷水清洗兩遍 洗淨表面多餘的鹽份和雜質 攥乾水分 改刀切成小塊 記得把菜梗和菜葉分開 鍋燒熱 放少量油 倒入雞腿肉 煎至兩面金黃 把肉與湯汁一併盛出備用 接下來的步驟就可以在一口鍋中完成了 取一口砂鍋 倒適量油 煸香薑片 蒜片 隨後加入香葉 八角與乾辣椒繼續炒香 要是口味偏辣 可以把乾辣椒切成段再入鍋 分次加入酸菜梗 酸菜葉 分炒均勻 把煎好的雞肉與湯汁一併丟入鍋內 炒一炒 加入適量開水 大火燒開 蓋上蓋子 中火燜20分鐘 先開蓋子 湯汁收到半根 關火 撒上適量蔥花就可以出鍋了 一口酸菜一口雞 酸辣開胃超下飯 酸爽味道藏不住 米飯還能來三碗 傷 pride 照片 sub割 砂糖 油 油